由里长亲自携手老婆打头阵 带着爷爷奶奶们一起走秀进场 每个人都笑得好开心 桃园区变州里欢庆重阳节 每年都会举办庆祝餐会活动 今年也迈入第25年 里长杨兴坤表示 里内65岁以上长者 今年已经突破千位 希望透过重阳敬老餐会 让爷爷奶奶们开心快乐每一天 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的年轻的小朋友 孙子孩子 记得长辈在整个一生当中 他的一个奋斗 所以说我们这个重阳节活动 尤其是我们每年都扩大举办 今年有举办这个 黑高兄跟黑牛祭 一个走秀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长者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 穿着很漂亮的衣服 带着很愉快的心情 那今年我们这个活动 除了走秀之外 我们给每个人 有一个蛋糕的一个伴手礼 那还有这个整个一个伴餐 来宴请大家 今年差不多有70桌左右的一个餐会 除了开心的餐会 走秀跟精心准备的礼物与红包 也邀请表演团体带来精彩的表演 还让关怀据点的长辈们 上台展现学习成果 用慢叮鼓敲打出歌曲 不仅训练积乃力 也练就一个新技能 让台下观众都献上掌声 桃园区边州里长跟志工们 用心规划重洋敬老活动 希望让爷爷奶奶们度过愉快的一天 安排他们化身乌高兄跟乌尿剂 踏上红毯走出自信 里长也依照不同年龄区段 发送敬老营养金给长辈们 就是岁以上可以拿到三千两百元 让长辈们直呼里长好用心 每次来都觉得 他们办的有节目 有吃饭 还有很多的那种拍照 每次都感觉到很丰富 非常非常感恩 每年都是穿这样 我原则上出门都是穿的 就是来参加都穿的比较正式 就这样 今天开心吗 开心 赞 最难得 变作理财友 开心 那你觉得能力上的哪些 哪些台球都觉得很贴心 每一件事情都为我们着想 那你觉得今天陪一张狗兽感觉怎么样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感恩 变州里每年都会举办重阳进老餐会 已经延续多年 里长每次都会规划小惊喜跟活动 希望借此传递青年对长者的关怀与敬奏 让爷爷奶奶们都能够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 记得来我一同一报道 好